7月16日香港中聯辦7名副主任 陳東、楊建平、裘紅、盧新寧、 譚鐵牛、何正和尹中華 被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列入 特別指定國民和備封鎖人員名單 並根據香港自治法案制出制裁 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早在去年8月就已經被美國制裁 被列入特別指定國民和備封鎖人員名單的公司、組織和個人 將被美國政府認定為從事恐怖或極權活動 對美國國家安全及外交經濟利益構成風險 面臨的制裁包括禁止提供特定服務 禁止投資、支付和資本流動 禁止為目標實體集資 凍結個人或實體任何資金或其他資產 禁止美國人與其交易及禁止入境 從事實施設計 中聯辦公司、電視界的公司、財政運動 除非、財政運動 土人、財政運動 除非、財政運動 財政運動 財政運動